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听 现如今很多人装饰新房或者是搬家时 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去装饰自己的家 首先第一想到的可能是客厅 客厅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如果没有调节好风水 就很容易招来不好的能量 记得朋友说 有一次他母亲请了风水师傅去到家里去 看新房的布局 没想到风水师傅很生气的说 清明节前后 客厅不要放这些东西 阴气太重容易招鬼 再不撤掉后半辈子将会倒大霉 一定要小心了 一家里墙上不能挂这些东西 一不吉利的书画 客厅不是宜挂一些内容消极颓废 尤其是带有杀气的猛兽类书画作品 这类书画作品 会产生很多煞气 给家人招来不好的运气 导致意外不断 如果真的非常喜欢悬挂龙 虎 豹 应等猛兽 大师兄提醒大家 要特别留意的是 一定要将其头部朝外 形成守卫格局 千万不可将猛兽头部朝内 否则必带来疾病或意外灾祸的厄运 另外 在悬挂山水画时要注意画中的水流方向 不能朝向门外或窗外 避免陷入破财之局 让家人不易聚财 且常有漏财的近况 此外 室内不可悬挂多幅的游壁画 不然长此以往下去 家人会出现头疼之症 二 神像图画 有些人会在家中供奉神像 或者把它安放在墙上 这样一来 既表达了对神像的敬仰 也节省了室内的空间 大师兄提醒大家 不要把神像摆在会客大厅内 否则家中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件 神像应该摆在西北方的墙壁上 因为西北方在八卦中为干卦 干和前同音 也代表了神佛 因此 无论是财神还是佛像 都适合安放在西北方的墙壁上 不过也要避免正对窗户和大门 并且不能靠近卫生间 最好可以用不遮挡 三 八卦镜 从风水学的角度上看 镜子具有画煞的功效 因此在一些地方 大街小巷的屋檐上 都能看见八卦镜的身影 但是悬挂八卦镜一定要注意的是 不能将其反射到别人的房屋 不可将自家的煞气转向给别人 另外 有一些人家也会在门楣上挂九宫八卦镜 注意 如果遇到门对门的住家 在门楣上悬挂九宫八卦镜 势必会影响到邻里关系 对门住家见到此景 即使嘴上不说 心里也一定很不悦 因此你要小心来自暗中的回击 如果门对面并无住家 正对直路小巷 大师兄也建议大家 不要悬挂九宫八卦镜 因为过路人很清楚 这一定是住家风水有问题的广告标识 其次 悬挂的八卦镜是要经过专业人士开光的 否则就达不到化煞挡灾的效果 此外 最好在十一点至十三点五时悬挂 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家人阻挡煞气 减少意外的灾祸 四 刀剑 室内不要存放年代久远的杀人凶器 如刺刀 宝剑 尤其是战场上用过的战刀等 否则会使家中人丁不兴 运气不差 甚至会给家人引来血光之灾 要是刚好将刀剑悬挂在沙发背后 或者卧室的床头之上 一方面会对家宅运势的影响更大 以及导致家人的财运和事业运下滑等情况发生 另一方面 如果夫妻卧室中摆放刀剑利器 或将刀剑利器包括剪刀等随意放置在卧室的名处 一定会让夫妻心存借地相互重伤 五 动物标本 有的人喜欢文艺风 所以会在家中悬挂一些大型的动物标本 以为这样不仅看起来有文艺反 而且还可以剔血挡杀 事实上 这在风水中是大忌 不但起不到避血挡杀的作用 还会因为动物尸骨身上具有的衰 病 死之气 给家人招来不祥之气 影响家人的运势发展 因此 大师兄建议大家 最好不要在家里悬挂动物标本 六 古旧衣服 古旧衣服是家里既会摆放的东西 之所以这么说 主要是就衣服上原主人的气息 若主人死时所穿衣服正是这件 那么此衣服阴气就非常重 放在家中会给家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原主人死于非命 家中可能也会有大灾难 旧衣服细菌也会很多 放在家里也很脏 因此家里既会摆放的东西就有旧衣服 七 面谱 很多人会购买一些类似戏曲中用于忌神至鬼的面谱 挂在家中 以做辟邪之用 殊不知 这样用正好犯了风水中的忌讳 不但不能辟邪 反面会招惹灾祸 最好的办法是将面谱摘下 包裹起来放于柜中或私密处 需要时再打开欣赏 二 不适合放在家里的五种不祥物 一 铜钱 如果你能肯定那是家族流传下来的话 那就放心大胆地保存吧 那也许还能带给你类似护身符的作用 但大家也许都知道吧 古代方术占卜中 龟壳和铜钱是最有效的灵媒工具了 尤其是明代道教盛行的年代流传下来的铜钱 受香尸熏染已久 所以往往可以聚灵 你如果想家里多一个人吃饭同住的话 那就留着吧 二 先 人囚 很多人认为家里要摆点绿色植物的话 会比较有生机 其实偶也喜欢的 但是 要注意有选择的摆放哦 摆放仙人球就是个极大的误区 在传统的风水学上来讲 这种绿色植物虽然是很好养活的植物 但它是地道的凶物 也就是说 只有家中遭遇极大变故才会摆放仙人球来压协 诸如家中有往生者或是灾祸连连他才能用以驱邪必灾 以毒攻毒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可见他在风水中扮演的角色了吧 所以各位如果想养养植物 但又不需要经常打理的话呢 还是改养吊蓝或是太阳花之类的东西吧 它们同样是很好养活的 三 枯木干花 枯木干花 塑料花不宜多放 会增加枯萎衰败之气 如果刚搬迁 在新房子里摆放枯木干花 会影响到新房和自己的气场 从而影响到健康 感情 运势等 如果是刚结婚 家中摆放干花 寓意极其不好 对日后夫妻感情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四 毛发 有的奸商会将以雇者的毛发制成的工艺品 譬如少数民族的面具 绣瓶等 还是不要收集类似的毛发工艺品 放在家中比较妥当 五 一点光都透不进来的厚重窗帘 室内光线太亮 当然是让人不舒服的 但是且不说暗淡的时光会使眼镜疲劳 他还会聚集轻薄的东西 得到法师的家里是一片黑暗 呵呵 那是电影里的情节 现实中可完全相反哦 天地四方 古往来今 神秘地力量 不得不信的格局 风水学已经存在发展了几千年 必然有其科学合理之处 所以不论你是求家宅平安 还是寻万事顺利 是为了买卖兴隆 还是为了平步青云 都不能轻视风水的力量 也不要错过让自己 红运当头的大好机会 家居风水对于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的风水可以给人带来好运 为主人祈福避祸 震宅囊凶 不好的风水可能会给人带来麻烦 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祝愿各位家中都能营造好的风水格局 三 墙上挂这些 运气好到爆 因此 以上东西能不放就不放 不过如果什么都不放 也会让家中的墙显得格外单调 为此 大师就分享了几样物品 如果你家客厅墙上挂上这些 运气好到爆 其一 红运当头山水化 红运当头山水化 其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象征吉祥的朱砂红 而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红色的东西可以让家里顿增暖意 就像是跳动的精灵一般 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喜庆的气息 并且对家居风水 也有着非常不错的风水作用 其二 梅花画 梅花是古代非常传统名画 一方面 梅花清雅俊逸的风度 让许多文人与画家为之折服 另一方面 梅花冰激玉谷 灵寒流香的精神 则非常受世人的喜爱 自古以来 梅花就以其自身高洁 谦虚 顽强的品格 折服着人们 而且梅花的五片花瓣 分别象征福 禄 瘦 喜 才五个吉祥的意象 其三 葫芦 葫芦自古以来 就有着吉祥美好的风水寓意 葫芦的谐音为福禄 其度大口小 可吸纳病气与煞气 带来福禄 而我们若是想要生活过得顺 那么葫芦的位置就一定要摆好 我们可将其挂在家中煞气较重的地方 可以驱邪避凶 挂于病床旁 则可以护佑健康 挂于卫生间 则可以化解浊气 为家中带来福气 其四 花鸟鱼虫等风景图案 花鸟鱼虫类的图案 可以陶冶情操 例如国画牡丹 其富贵优雅 雍容华丽 它可以为我们的家居带来祥和美满的风水气氛 而荷花 其出于泥而不染 可以给人一种清雅纯洁的感觉 悠悠兰花 秀丽惠中 则可以给人一种美丽的遐想 当每日疲乏地回到家中 看到这些优雅的挂画图案 这样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使我们消除疲劳 旺盛经历 其五 生肖相合的吉祥物 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 而找到自己属相对应的三合、陆合之人 就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贵人 岂可助你改变命运 在家中挂上与自己生肖相合的吉祥物 则可以帮助你得到贵人相助 化解生活的危机 让你能够事业、财富双丰收 其六 福禄寿三星君神像 福、禄、寿为天上的三级星 象征着幸福、吉利、长寿 承载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奇迹 三星君神像最适合挂在客厅的财位之上 可宁财俱气 寓意福禄临门 万事吉祥 挂的时候需要注意 福星在中间 禄星在左边 寿星在右边 这样便可以形成三星拱罩的吉祥之势 必定会招满堂吉祥 总之 客厅会聚集各种各样的能量 如果此时触犯了风水禁忌 很容易影响主人运势 从而在生活中遭遇到不幸 有时候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细节 让我们错失财富 因此 唯有从身边小的细节开始注意 好运就会常来到你的身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